你说你叫什么 曹蓉 你终于来了 我等你很久了 对不起 实在太久了 你还好吗 好 好啊 挺好的 虽然我是来握手言和的 但你不用这么热情吧 医生欢迎新同事的方式 都这么奔放吗 我是特意来等你的 没有人跟我说啊 对不起啊 让你久等了 下次约我 不用通过别人 直接告诉我就行 你今天来这 难道就是谈工作 也不是 如果你这次不方便 我们也可以再约时间 我知道 没有你的脾气嘛 那你知道我是什么 我知道啊 开庐胜手温少卿 我想起来了 故事说你不喜欢太浮夸的称赞 应该叫你神外青年医生温少卿 我又说错话了吗 我又说错话了吗 这人真的好难懂 我儿子先走吧 老大 你打算怎么讲给我啊 会开好啊 任务圆满完成 你打算怎么讲给我呀 不哭吗 不哭吗 我请吃饭就算了 还请人吃拳呢 你放我表姐鸽子 我帮你扛雷 警报开了两天会 回来还要挨打 你这是为什么 我到底都送了什么 我还要送你 我发出给我们的考问 不过了 老大说的愿意都是对的 以后他们再欺负你 找我就行了 我叫丛容 你也可以叫我女侠 我回来我就请你 终于等到了 来啦 梁大侠条的 专门为你这位女侠条的 要不是我亲眼所见 我还以为你跟我吹牛呢 是吧 我是不是很有生意头脑 你看我这店 随便攀的 厨子随便擒的 厨子随便擒的 我这店名字典里随便翻的 我这店名字典里随便翻的 可这客人就跟潮水一步又一步地来 你说是不是莫名其妙 差距啊 怎么 干嘛这么算 工作不顺利啊 何止啊 我的职业生涯起点 整顿垮掉 你看人家 都是实习生 又是欠他合同 又是被上司赏识的 你看我 你也不差嘛 你有别人比不了的独家优势 什么优势啊 快让我知道知道 我呀 一个优秀的闺蜜 咱啊不怕失业 以后我这儿呢 就是你永远的免费食堂 程程 真香好艰难 乖 你还记得那个八块二吗 八块二转 不用转 那个极品大帅哥 快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真的是人中极品 我去医院实习 接到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关于他的 我们医院也都换成了 确实 这么多的任务 那这么看的话 你们俩的缘分 真的是不浅 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 这说明这就是 命中注定 命中注定栽在他手里吗 我现在就担心搞不定他 我怎么回律所 那就不回去了呗 那不行 我还想当律师呢 那我真的是想不明白了 你说你在澳洲 金融硕士都读完了 拿了那么好的交易 你还跑回来受这份苦干什么 我不怕吃苦 我就怕 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这就是咱俩的本质差别 你看我啊 玩个游戏都要选容易模式 轻松又自在 你呀 魔咒就是太认真了 太认真的人 注定活得比较累 好 你别过来 我看不过来 我说你 那种人 就在那种人 你又在这边 我看我 你还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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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过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你突然对我这么好 我有点害怕 那你还给我 不 我要吃饱喝足在上面 崇珍 嗯 我问你啊 那房子你是替你表姐租的 对啊 那你表姐叫什么 崇荣 怎么高 以后做介绍前 请记得先说名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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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